欢迎大家 中午好 这次终于来到台北了 感觉如何 听我来坏色 我知道 我是说在台上 台上就是这个光太强了 我都看不见下 好 慢点 慢点 都慢点 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尽管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舞台奏 它是一个发布会 但是它已经麻雀最小 武藏俱全 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用现场乐队的话 不辣的也好 或者音乐 那样可能更容易展现一些 对不起 这音乐人坚持 我们应该准备个吉他手 鼓手 应该给你全套配备 这种都放了个卡了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委屈了 不过你要知道 这场地已经是咱们现在台湾唱片界最大规格的一场 你看到外面的餐点吗 我们五年没有吃这么好的 拖你的福 所以我的外面感觉要像早年的婚礼 我们就很盛大来迎接你 不过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迎接你的音乐 因为这一次呢 李健老师从他过去这么多年的代表作 挑了15首对不对 对对对对 怎么挑呢 你过去有很多有组合时期的也有个人作品 基本上从个人这个武装唱片里50首歌也选了 15首 但基本上是前三张 前三张为主 为什么是特别早期的作品来改编翻唱 早期的可能是更有愿望 更有兴趣去唱 像传奇这样的歌 反而没有放在唱片 因为一方面我说心里话 我更关注新唱片 新的创作 更想做新的专辑 因为传奇唱比较多 我没有这个足够的热情再很吸引我去唱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他给国家音乐留的空间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商业歌手 也可以说是这个很坚持 我还希望音乐那些歌曲选出来的歌曲 真的能够适合古典演员 适合世界演员 所以这次的制作品呢 把早期的一些重要的创作挑出15首 然后以古典音乐的风格去改编 那当然当中呢就是很可惜没有传奇 不过传奇已经做得够饱满了 我觉得再去重置好像也特别难 对 要化石添着啊 对 所以还希望那个音乐能够下到好处 是 就它特别适合古典音乐 或者说这个室内音乐 了解 所以这就是音乐人的坚持 然后他在挑歌的一个理念之一 就是要把这次的流行音乐更古典 古典音乐更流行 所以这些作品必须要能够适当的改编 对 所以就挑出为什么是古典呢 因为音乐风格很多嘛 你可以把早期的作品变成摇滚啊 变成爵士啊 为什么是古典呢 首先我比较喜欢啊 最喜欢的音乐还是古典音乐 虽然我是一个流行歌手 那也希望用古典音乐它可能更适合做一张 有发烧品质的唱片 因为它的品牌范围比较宽 动态比较大 是 我希望有一个 自己的一丝性也好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 是 也希望通过这张唱片 能够让朋友们 就是青年的朋友 能够喜欢并了解古典音乐 其实古典音乐 就像刚刚朋友们听了一种想往 它也能表现很乐定化的音乐 其实它在我看来是 就是无所不能 是 所以各位到时候就会听到一张 有古典音乐基底 但是还是李健老师的创作 其实传奇也真的是传唱够了 你看看包括王菲 包括周华健 包括菲如青 这些巨星 他们听过唱过这么多歌 可是却都唯一共同的选择 就是李健老师 所以这次的作品 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您的主视觉 已经出现了 哎呀帅呀 你特别找了周云铭 来帮你拍封面 这角度怎么有点像宅宅呢 很替身吧 李健老师 其实我们这样仔细看一看 您其实足足有这种 当偶像的这种本事 您听这角度挺好看的 是吗 所以你到了台湾改变风格 你要从音乐诗人变偶像 难道一直不是偶像吗 哦是是是 对不起对不起 我会去百度一下